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其实很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鸡肉、花生米、葱、姜、蒜等食材 将鸡肉切成小块 用料酒、盐、生抽、水淀粉腌制15分钟 然后将葱、姜、蒜切好备用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在锅中倒入油加入干辣椒和花椒炒香 然后放入腌好的鸡丁翻炒至变色 接着加入葱、姜、蒜继续翻炒 最后加入适量的盐、糖、醋、酱油、水淀粉调味 再撒上花生米即可出锅 这就是公报鸡丁的制作过程 你学会了吗